菲律宾塔尔火山前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向空中释放出高达10到15公里的火山灰和蒸汽 喷发预警级别更是迅速的从2G上升到4G 也就意味着它可能在数天内发生更加危险性的喷发 当我们提到火山爆发的危险时 大家最有可能想到的画面就是滚烫的烟浆吞没了村庄和城镇 但实际上火山爆发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 来自于它在空气当中留下的物质 火山灰 1816年的欧洲和北美洲经历了一场无夏之年 那年春天大雨和寒潮席卷了从不列颠群岛到瑞士的广大区域 导致河水泛滥庄家枯萎 意大利与匈牙利则开始下起了颜色奇怪的雪 饥荒骚乱传染病接踵而至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则被怪物所笼罩 数月不见消散 冰冻的地面一直持续到6月的初夏 于是很多人认为世界末日可能已经开始了 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呢 这场不幸的真正源头发生在一年多前的千里之外 是在1815年的印尼坦伯拉火山爆发 为什么呢 因为火山爆发所喷发出的大量火山灰随风散布 可以将天空掩盖数天之久 当其中的有毒气体比如二氧化硫开始作用于平流层 会遮蔽太阳的辐射从而大大的降低地面的温度 因此产生火山寒冬 同时其他的影响也会伴随左右 比如酸雨 它可以波及数个大洲破坏自然周期 摧毁植物的生命 进而毁灭其他的生物 甚至也包括我们人类 当年坦伯拉火山释放出了将近160立方公里的 岩石气体和火山灰 成为有记录中最严重的一次 造成了多达9万人的死亡 但之前没有记录的几场火山爆发却更加的致命 除了伤亡人数更多以外 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了一些人类文明的灭绝 如今 尽管我们在监测以及预测火山喷发的技术上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比如更加科学的应激与逃生方案 对岩浆流向的引导等等 但依然要对这种大自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 保持足够的敬畏与警惕 愿菲律宾一切安好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最后西瓜视频正在举办头号英雄活动 在西瓜视频的菜单栏点击图标 即可进入活动现场 答对12道题就可以挂分巨额奖金 大家可以踊跃参加哦 就不要 - 中文字幕——YK